这都是120 这120 仔细核对着数量 因为这可是全球人医会 汇集的爱心 一早纽约人医会医师廖靖心 就到分会内清点着 从台湾运来的9600个护面罩 2500个护目镜 以及1600件的防护衣 准备随时送往纽约各医院 我非常感恩全球人医牙科 还有三宝地址 这么爱心积极 能够在这个最困难 最非常的时候 能够把物质爱心送到 事实上这样的姻缘 来自廖靖心多年在海外震灾 与台湾与各地人医会 建立的革命情感 当纽约疫情爆发时 台湾人医会医师谢金龙 群组内发起募集物资 包括台湾 洛杉矶 与菲律宾等医师 立刻慷慨捐助 信仁有爱 信己无私 因为那时候只是讲说 少少地募一下 就赶快送出去 没想到后来这么多人 愿意来扶持 然后就一路路续续 就越来越多人加入 到现在大概有一百多人 间的善款 然而疫情期间 医疗物资价格高涨 再加上航空运输困难 过程中拖延了不少时间 货物抵达的当天早上 志工们通力合作 协调了报官人员与航空公司 在当天晚上就立马领取 创下难得一见的高效率 真的我都没想到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 四个小时之内 它整个清关的作业就完成 然后我们又能够动员 这么多的志工 然后当天在整个 等于说在八个小时左右 我们就把货领出来 四季全球的人医会 目前已经运出两批医疗物资 捐赠还在持续加码中 下一阶段将募集医疗 前线最缺乏的防护医 他们说只要疫情还在一天 这份无国界的爱不会停歇 大爱新闻刘荣王玉芬秋品豪 纽约台湾连线报道